大家好,各位第二季的巨推来了! 最近是不是有点惧慌呢? 有事没事都来看一下本次的推荐寻找一点灵感吧! 承接第一季,第二季要将这个奇幻故事做一个收尾 原本期望看到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尾高潮 毕竟第一季后半段整体表现已经走下坡了 没想到第二季竟然还能继续电梯下楼 以朝着地心前进的气势呢 带来令人尴尬无比有老派的套路 实在是太可惜这部慢改剧《选角的还原度》了 Family 两颗星 男女主角已经是第N搭的组合了 两人的火花依旧不剪 但是剧情本身呢,说是喜剧也不够有趣 说是间谍片也不够刺激 整体表现摆当在一个不上不下的阶段 我自己觉得这样看下来呢 呈现出有点让人十之无味的感觉 潘朵拉被操纵的乐园 2.5颗星 原本备受狗血剧迷期待的一部剧 的确不负众望有不少刷新三观的设定 其中有些演员也不是第一次搭配 所以整体演技和表现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是剧情到中后有点疲软 刺激度和剧情看点都比不上之前的狗血剧传说 稍嫌平淡的收了尾 末日骑士三颗星 作为金与宾回归的金费爆棚大剧 这部在CG还有各个场景呈现上都十分顶尖精美 故事和主要角色的设定也十分吸睛 在末日世界中的阶级冲突和权力斗争情节上 节奏感掌握的还不差 只是整体剧情脉络呢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喜感 稍微可惜了 模范计程车2 3.5颗星 模范计程车呢 众望所归的续集 其待度爆表 虽然收视率还是跟第一季一样优秀 但评价稍微两极 我个人觉得这一次大反派在某些设定上有点多余 年轻演员在演技上也还跟不太上整体的氛围 过程中的一些案件处理套路 因为多少有第一季的影子 所以这一次呢 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惊喜感 爽感也相对的降低 但光是看男主角绝佳的演技 还有各种帅气打斗戏 也是直了 头脑共住3.5颗星 这部在双男主的设定上呢 着实替剧情增加很多看点 若有似乎的男男情仪真的是笑点保证啊 反而在主要感情线上呢 就显得突兀许多了 甚至我觉得把感情戏删掉反而会更加分 而在按键中间呢 还会配合剧情穿插 他关于人类脑部运作的小知识科普 搭配可爱动画的呈现 非常用心又有趣哦 朝鲜律师四颗星 近期呢比较没有古装剧的产出 而这一部靠年轻主演们撑起整个门面 表现比一起还有优秀非常多 男女主角化学效应佳 演技算是自然流畅 在剧情一步步明朗化的过程中 每个桥段都顾及的还不错 如果你也好奇 古代律师制度是怎么运行的 可以来看看这一部好剧哦 坏妈妈四颗星 这部剧呢也算是今年的黑马之一 剧情除了聚焦在母子之间的误会和冲突上 在主角周围呢也加入一群可爱的配角 综合剧里面反派的心狠手辣 让观众一起见证这对母子如何克服 突如其来的各种恶号和冲击 在主演们绝佳演技的诠释下 让你忍不住跟着她们又扑又小 虽然还是有一些稍微多余的设定或是角色 但基本上是一部不容错过的成长好剧 本剧堪称前半年最大黑马 原本不怎么被大家看好的中年主演设定 却意外不自觉的跟着女主角 一起经历着跌宕和离职的人生 其中最具话题性的就是 男主角的小孬孬渣男演技 都困着神演技 让男主角成为虽然讨人厌 但是又有点讨喜 十分有层次感的角色 搭配整体虽然有点浮夸 但却也不少贴近生活的设定 就是有股魔力 让你忍不住一集接着一集 猎犬4.5颗星 虽然因为其中一位主演的违法行为 导致这部剧上线时间被延到之外 后续剧情剪辑也被迫重新处理 让整体表现可能有点缺失 还有不够完美的部分 但在节奏呈现上算是十分紧凑 很好地将不良放款企业的 二和善良争议小市民对立感呈现出来 主要角色设定都很立体 也看得出来演员们在打戏上下了很多功夫 是爽感和质感双向满分的好剧 造后者五颗星 这部剧在上线的那阵子也是造成很多话题 从本剧的政商议题主轴 到女主角们如何战胜社会和财阀的狠力 看点可以说是一箩筐 全剧充满戏骨们精彩的对戏不说 在剧情各个环节的处理上也非常到位 可以看到主演们在每个阶段身心灵上的转变 也能看见编剧想要传达的社会议题和主轴核心 整部毫无冷场 剧情简凑又饱满 绝对是不可错过的绝佳好剧 离婚律师生成汉 五颗星 本剧的剧情围绕在三个大男人的友情上 其中最大看点就是他们争执又自然的互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饱满的个性设定 搭配既有趣又主轴明确的剧情 让观众仿佛也成为他们的伙伴之一 在一旁看着他们成长 过程中的离婚案件不一定都有给出很明确的结果 但都顺势带出主轴剧情的元素 流畅的拼凑出最后主要案件的全貌 本次的特别推荐是职人剧代理公司 讲述在广告界突破一切困难 而且不想要被这个世界所定义的工作狂女主角 因为经历了一个不幸福的童年 所以她对这个社会是冷漠的 成为一个只对工作投入全心全意的孤独人格 但经历了一番奋斗还有成长 最终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外 也收获了从未拥有过的美好情谊哦 第一点 节奏明快毫无冷场 整部剧节奏掌握得当 几乎每一集都有不同的转折 不同势力之间的角力并不是单纯的双向斗争 而是各方势力交错利益至上 所以在这一来一往之间的斗志呢非常精彩 让你忍不住一集接着一集看下去 迫切的想要知道女主角会怎么面对每一个事件 第二点 剧情流畅引人入胜 以广告圈为主轴的剧并不多 所以如何透过说故事的方式 来让大家生力起进就相当重要 这部剧的叙事结合人物的登场 每个细节都有缓缓扣上 一步步建构出每个人性格 以及推动主线剧情的发展 而且每一环节的分量呢都抓得刚刚好 没有什么多余的坠戏 第三点 主角群魅力有讨喜 在剧中呢 女主角带领一个team一起奋斗 并且战胜每一个难关 每个组员都有明确的性格和定位 互相对戏的时候呢 会让人感受到加成效果 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境和课题 但是搭配主线的行径 让所有人都成长为更有温度 而且更有深度的角色 本来呢 这部并不在我片单里面 但是当我正巨荒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她 一打开真的是超级惊艳 女主角恰到好处的完美演技 搭配着流畅的剧情 每个细节呢 真的都让人遇到不为难 除了会让你想要多了解广告这个产业的生态 也会想要跟着女主角一起战胜自我 蛻变成一个真正的广告女王 接下来要看的剧有 近期比较有话题性的呢 就是前两季都大火的浪漫医生金师傅第三季 以及因为同一个男主角金东旭的两部剧 撞起上线所造成的一个多元宇宙 偶然遇见的你和友谊的诈欺 当然还有大家期待已久的青春浪漫喜剧 润娥和俊浩主演的King La Land 都非常值得一看哦 2023年当然还是持续好剧不断啦 而下半年呢会有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些大戏上线咯 如果你有其他推荐或是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疑问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 那也别忘记要follow我们的IG 那我就推举下次见 Bye